受到各界批评不断的总统马英九 在封灾后的第11天 今天亲自上火线 举行中英文两场记者会 总统首先率领副总统等官员 向全国人民跟灾民鞠躬道歉 而针对有没有政府官员 在救灾过程当中有疏失 还有是否要内阁改组等等这些问题 马总统今天表示 等到救灾告一段落之后 最晚在9月初就会对外说明 八八水灾第11天 马总统亲上火线 先宣布纪念部举办国庆庆典 原定10月下旬出访南太平洋的行程也取消 而面对了一泼泼救灾不利的责难 总统鞠躬道歉 对于在这次灾害当中 丧失亲人的民众 表达我最诚挚的歉意 鞠躬道歉了 至于外国媒体有过半民调 要求马总统下台 总统这么回应 我身为总统 尤其是在此时此刻 应该要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 我还会继续的来完成我的任务 让民众知道我可以做得好 至于政府官员 有没有疏失 要不要追究 整个的行政团队 在这一次的救灾行动当中 我刚刚讲过了 给民众有乱跟慢的感觉 我们很愿意检讨 会在救灾与安置工作 告一段落之后向外说明 时间不会晚过九月初 马总统谈及这次风灾 殉职救灾人员一度哽咽 真的他们也是父母生的 所以我们不会说完全没有感情 但是我们真的向各位报告 有很多救难人员 真的很辛苦 总统宣示 未来将在中央成立灾害防救署 采购救难直升机 未来也将针对土石流地区 制定更严谨的强制撤离程序 我相信这次台风所发生的灾害 很多人应该都得到教训 我一天到晚在讲撤离撤离 其实真的是很重要 真的是可以救命的东西 人不能跟天斗 只是这么大的死伤灾情 总统用得到教训这样的说法 听在灾民耳中 恐怕又是再一次的伤害 这连选刘翰林 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